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貴運呢? 跟銀行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房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1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Truman跟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我們又來了 三位男士排排錯了 好像有點意外 有什麼意外? 原本我們有一個女將說今晚會上來的 噢!他想來問你借氣看而已 他沒有說什麼人跟你聊天 我叫他上來說 是嗎?他答應了你嗎? 原本屎閣也說如果可以的話他也會坐下來聊兩句 是因為屎閣那100部推薦的邵氏電影吸引了他 因為他非常有興趣的邵氏電影 因為他不相信他會錯過這麼多好戲 他說他也很喜歡看電影 那是年紀問題而已 我想是 Anyways 今個星期很多事發生 有金球獎頒獎 但我們講金球獎或是我們自己看的戲之前 都在錦一錦今個星期有什麼新戲相 今個星期總共有四套新戲相 終於多了一點 因為之前你也知道聖誕那期 一聲就有十套戲相 但份量方面就... 一般啦 不是十分吸引到我 我又不能說他沒有份量 但又似乎吸引到一般 我講來聽 可不可以選到一兩套看看 首先第一套叫做Devil's Duel 那就是一套恐怖片來的 那就是講一個怪胎 那這個怪胎就影響了媽媽 那有一些... 嗯... 超自然的力量啊 那當然... 如果大家有在Facebook看過一條片 就拍著BB車到處去嚇人那條片 那BB真的挺嚇人的 那BB又會隔起床 又會隔鐘子 會吐東西 是... 中指就搞笑一點 那他特意做的嘛 他特意做得比較壞 OK 如果有看過這條片 其實都是拍這套片的製作人員 特意做出來的惡作劇 補鑊呢 因為我吹吵不夠吸引 所以... 可能是 補鑊呢 吹吵真的一般吸引 如果喜歡看恐怖片的朋友 就可以考慮一下這套Devil's Duel 第二套呢 就是一套動作成份較重的 叫Jack Ryan Shadow Recruit 那這一套呢 嗯... 都是一些警匪片 但有型男啊 如果大家看星空奇遇 男主角 還有上一代的型男 Kalvin Korsner 其實這個故事 他拍出來的畫面都蠻動作性強的 很多爆破場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爆破之全部 新意就是欠奉的啦 即是你打算進去不用用腦 那就享受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想都合格的 講一個名字出來 Tom Clancy 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Tom Clancy 其實是很多警匪的電腦遊戲 或者是一些電影 他都有份幫忙編劇的 電腦遊戲 是啊 那個故事還不錯 但是你也知道 都是那一類的 即是又要複製一些 警務人員 執法人員 但又不能暴露身份 就這樣聽一個Catman 那一類的 我看他出現了 那個感覺好像是 Madeelon拍的一系列 是嗎? Born Identity 應該是不同的 那一類的 這套又是幫政府做事 又是秘密身份 我想這套又是被政府追殺 總之就是很混亂 他不知道為何自己會被人追殺 總之他不知道自己 為何被人追殺 打來打去 那如果對動作電影有些興趣 有一點懸疑感覺 這套就OK 是考納木詐倫 或者喜歡不用太多腦 正如我剛才說 喜歡動作片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這套 又或者更加不想用腦的 就看一套笑客的動畫片 就叫做The Nut Job 這套好像有人有興趣 有喜歡動畫的人 都會有一點興趣的 是嗎?我也喜歡動畫 但我沒有什麼興趣 喜歡動畫的分很多種 這套就說了一群動物 原本住在城市的其中一棵大樹 主要是它的鼠背 對 它包含很多不同的鼠 老鼠、田鼠、什麼鼠物鼠 都在裡面 發生了一次以外 那一棵樹燒了之後 他們就要在大城市裡 找到另一個地方去妻生 中間就發生了很多趣事 我看到它經常被狗追 被不同的狗追 總之 其實生意就沒什麼了 我感覺好像以前很久 電視上有個加工片 什麼Jerry Tom & Jerry 是一隻貓、一隻老鼠 它又不是Exactly 這個formula 不過 總之看上去你不會覺得很多新意 但是 也有些不同的笑位 我相信也會笑一下 但是是否整套戲 由頭到尾都好看呢 故事難怪有新意 畫面也看不到有新意 但如果喜歡這些formula的人 又或者小朋友的話 都會喜歡的 是的 因為之前都會忘記 好 無論如何 有四套 第四套屬於一套 地道一點的黑人電影 叫做Ride Alone 這套有些動作 它其實是一套搞笑的黑人電影 是喜劇來的嗎 很明顯 喜劇動作 是的 動作喜劇 其實是講一個很喜歡打機的 那男主角很喜歡打機 打一些槍戰遊戲 然後就不知為何 給她的朋友 碎了她一齊 打算去外面闖一下世界 但是她就照著 遊戲機裡面的一些情節 去動刀動槍 不是沒有刀的 動槍 開快車 然後就搞了一連串的笑話 當然 你說會不會涉及到罪案 我想不多不少會有 都是一般公式化的黑人電影 不是很特別 我想我們看也應該會笑 我看過Trailer 也有兩三個 我都會一聲笑 如果我看的話 哈哈哈哈 今個星期就是這四套 重複一次的恐怖電影就是《Devil's Do》 另外就是動作電影 《Jack Ryan》《Shadow Recruit》 另外一套黑人動作片 搞笑電影《Ride Along》 以及動畫片《The Nut Job》 即是還有些空間 追回之前未看的影片 是的 Chulman都說會追一下之前的影片 其實是想看《Roof of War Street》 但是三個小時 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 應該看 你說好好不好就真的很差 Dicabio拿了影帝 那倒是 這個是唯一令我吸引我入場的 Anyways 你們想說自己看過什麼 還是想說金球獎 說Dicabio當然是說金球獎 好了 他好像拿了什麼獎 金球獎 他拿了這個 不是劇情 是Comedy的《最佳男主角》 我先找一下 我寫下了 當然是 是不是Comedy 他算不算Comedy 是啊 Comedy的《最佳男主角》 就是喜劇的《最佳男主角》 對 他很有趣的 金球獎分兩種類片種 不知為何 只是分兩種而已 最佳劇情片 劇情片 以及最佳喜劇 或者叫Comedy & Musical 我又不明白他會選擇去分類 算吧 文化上的差異 我們不會深究 總而言之 越多人拿獎 越來越罵 OK 那史葛 是不是想數一下 肥龍做功課 當然是肥龍榜 其實不是我做功課 我也是在開咪前 中文告訴我 應該要抄下來 對啊 忘記了 那也留個紀錄吧 我們逐樣說一下 看看大家認不認同得獎名單 首先 最佳的劇情片 就是一套黑人電影 我沒記錯 就是一套劇情片 就是《12 Years a Slave》 初文你看過 初文看過 《消失的十二年》 我記得你看的時候 你也曾經說過 這套是獲獎的電影 這套是獲獎的電影 是熱滿的電影 是 原本原本不是黑奴的 我忘記了 他是一個音樂師 是一個藝人 他就被一些販賣人口的壞人 就捉了去當黑奴去賣了 一直有冤無路數 就流落了在黑人 在一些白人的家庭裡遺老 就做了十二年 終於最後都回到家 那我們要不說說哪幾套角逐 還是你主要想說這套角逐 說一下 不然你不比較 很難說 首先有Captain Phillips 這套是高高高高升的 但是劇情片來講 就單薄一點 Tom Hanks的演技很出眾 另外還有Gravity 還有Philomena 還有Rush 聽起來也是像伊律伊 也是像12年 即是題材比較討好 菜果正常 菜果正常 即是大路 你問我一定不是最喜歡這套 但是我也覺得菜果正常 合理 即是是美國影評人的口味 歷年來都是 其實也沒有反對 說真的 不差的 的而且確 他描述裡面的黑奴 是那種辛酸 尤其是他被人鞭打的位置 都挺到的 當然不會去到 《The Passion》 就是《壽難曲》那麼嚴重 但是他都是邊緣到肉 即是你看到那種壓迫感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電影 的話 他是一套很實正的劇情片 在下個月的奧斯嘉 都會是熱門 一向金球像 都是Oscar的前哨戰 大家說 看看吧 又有積管 這個賽果 大家都沒有什麼大反對 先說一下在劇情片裡的 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男主角 這個名字有些難度 我一般會讀的 就是Matthew McConaug 就是中文名字 不是他的中文名字 得獎的電影就是 《Dallas Buyers Club》 中文譯名是 《逐命梟雄》 聽說他是暴秀幾十磅 真的很小 真的不認得他 很厲害 他真的實至名貴 我就算不看其他對手 我覺得他內臟也是實至名貴 除了他的身形之外 他的形象之外 你真的發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身形 真的能幫到他 他真的在做另一個角色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這位男演員 其他的電影 他通常都是做一些love comedy 或者一些很輕 比較lice的劇情片 但是他這次做得很嚴肅的劇情片 還要做到脫皮脫骨 是完全不認得他的 所以我不看其他對手 我也覺得他值得 我想肥龍你也有機會 你現在開始減肥了 我要努力減肥 為了我的事業 和健康 我也是要減肥的 看看有個導演說 如果你暴秀五十磅 還沒看夠 我暴秀五十磅還沒可以 我要瘦大概八九十磅才可以 OK 那我們focus在感求 講完男主角 講完最佳女主角 就是Cate Blanchett 這部我也看過 就是Blue Jasmine 叫什麼 中文名字 不知道叫情迷 無理花 whatever 我也看過 做得很好 他也是 我也記得 他是Woodie Allen的導演作品 他是一貫好戲的 他是一貫好戲的 我想當年在二十八輸了的時候 他已經是 他這次做這個角色也有點難度 做一個很討厭的女人 性格有點偏頗 其實他拿捏得很好 你會覺得他很討厭 但你又不會覺得他overact 我覺得這個角色很難演 我覺得這個角色 所以他這次拿這個獎 我也覺得是實至名歸的 其實還要看看他的對手 有哪幾個呢 如果你說 他的對手 他有對手 來自Gravity的Sandra Bullock OK 來自Philomena的Judy Dantra OK 還有Saving Mr.Banks的Emma Thompson 對呀 我覺得Emma Thompson 有機會的 哎呀 對呀 另外還有Labor Day的Kate Winslet 兩個都好 Emma Thompson 其實我覺得Emma Thompson 可能只是輸一個馬匹 我覺得Emma Thompson 真的做得很好 Emma Thompson 電影角色的形象 比較形象化 得獎的位置 比較內斂 我覺得各有優勝的地方 我不會反對 我只是覺得Emma Thompson 做得好 不代表其他人做得不好 我自己看過Saving Mr.Banks 我覺得Emma Thompson 是做一個內心戲 做得很好 但是Blue Jasmine 大家都值得去看 為了這個女演員 當時是Limited 不是到處看的 對呀 但是Blue Jasmine 是因為口碑好 而越來越多地方放的 所以我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才走去看 是Rudy Allen近期一套不錯的作品 OK 講了劇情片之後 就講講最佳的musical 或者喜劇 YES 不如先不講得獎名單 講一下總共有哪幾套 分別有American Hustle Her Inside Louis Davis Nebrisca 以及The Wolf of Wall Street 這五套裏面 結果就是American Hustle 獲獎了 實至名歸 那裏是喜劇 你說Asetto Comedy 真是娛樂性豐富 其他那裏是喜劇 這裏是喜劇 還有演員真的 的chemistry很好 以及個別都做得很好 所以未看的 快點去看吧 是American Hustle 我想可能過多兩三個星期 下畫 未必 不過現在拿了獎 可能會長一點時間 你想想當年那一套 Silver Lining Playbook 那是Silver Lining 就是拿完獎後 一直做下去 做了十幾 接近二十個星期 話說又是同一個導演 他真的有些 命水 分分鐘做半年 這樣應該沒有半年這麼誇張吧 這套戲 OK 接著就是看下這個 Comedy的最佳男女主角 女主角先 因為跟剛才得獎那部電影 都有些關係 沒錯 得獎的朋友 就叫做Amy Adams 我也說的 我記得上個禮拜 提的時候都特別提他 他真的 真是很有發揮 這套戲裡面 他做一個美女之餘 還有得發揮 我覺得真的 開正他那一瓶 其實我看過List 我都覺得應該是他 是不是 他有什麼對手 感覺上 他的對手是 Julie Dibley Delpy 做什麼 Before Midnight 另外還有Greta Gerich Francis Ha OK 還有Julia Lewis Dreffis 就是Enough Sad 還有Murrow Strip 就是August Osage County 喔 一會兒我們都會看 因為你看了 其實都很好的 但是 感覺上應該 你都覺得他是什麼 感覺上我都覺得是Amy Adams 是不是 OK 男主角方面 男主角得獎的名單 就是 Truman 也有點興趣看的 來自Wolf of Wall Street Leonardo DiCaprio 本來沒有的 但是Francis看過 好看 片場都很強 那套 當然是拿了獎 拿了金球獎 但是 唯一另外卻步的 就是套戲三個小時 對 比較長一點 你說馬田史高西斯 他 他真的有些 真的好不好看的戲 有些不愉快的觀影經驗 還要三個小時 但是現在這次獲獎 但我不排除他都有一些好戲 但是真的三個小時 但是其實我覺得男主角 一舔就舔三個小時 就是Comedy的男主角 我覺得的對手強一點 是嗎 是啊 分別有Christian Bell 就是American Hustle 還有Bruce Don 就是Nebrisca 還有Oscar Isaac Inside Lewis David Davis 還有 John Phoenix 是HER的男主角 看看有沒有機會看這套戲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套戲三個小時 那就是說那個男主角的經歷應該都幾多 那可能是多了一些發揮機會 因為你說 可能Christian Bell 他可能在American Hustle 都不是他一個男主角 可能會分薄了一些氣氛 但是唯獨是 不是啊 你說HER其實都 HER其實 很重氣 他很重氣 你覺得他做得好不好嗎 其實他是處理得好的 好啊 老實說他是處理得好的 所以可以提名 但是我覺得是難演的 因為他沒有實際的對手 他全部都是自己和自己演的 說回Dicapio 他的戲大家 不多不少 或者有看過的都知道他有多少根兩 那就很視乎角色的 我真的覺得 I believe so 你說上次那套 Great Gatsby 我真的覺得 算了吧 可能這套 角色上真的很抱他 我不知道 其實我很大程度覺得這個獎是安慰獎 因為他服侍了馬田史高西斯這麼多年 做了這麼多年 提名了這麼多次 就算了吧 其實也是完結了馬田史高西斯的心願 因為如果你叫我選 我會選Jocelyn Phoenix 是啊 其實難演的 我看了 待會可以詳細說 好 接著講講 這個最佳的動畫片 各族的名單有三套 而得獎的那套叫Frozen 這個是一字的 是啊 一字嗎 我又一般 有什麼選擇 有The Crudes Despicable Me Too Despicable Me Too 我知道你一定不會選 如果你說最佳的我都不會選Despicable 但我曾經都說過我都很喜歡The Crudes 我也很喜歡The Crudes 所以其實我覺得 Crues和Frozen是兩者之爭 我也覺得 所以如果你說去到Oscar的時候再選 我覺得未必一定是Frozen贏 感情上我其實傾向Crues 但Frozen真的做得很好 Frozen漂亮很多 我沒看過這部電影 我只看過MV 我都覺得它很漂亮 Frozen的歌曲也好聽 畫面也很漂亮 但故事為之 和劇情為之 我真的喜歡The Crudes 我也覺得是 略嫌有點怪怪的 看完好像刀喉不刀废 你說哪一部 Frozen 有一點刀喉不刀废 但他的音樂真的幫他唱了不少分 而且他的畫面也做得漂亮 他的畫面真的毫無疑問 其實Crues和他的畫面也做得漂亮 我覺得Frozen漂亮一點 你問我就 是嗎? 精緻一點 但目不下級一點 Crues我覺得 他最大的強項 始終都是加上那些歌曲 可能是涉獵到那些評判團 看看他Oscar可不可以再下一城 接下來就是最佳外語片 得獎的名單就是The Great Beauty 即是 我不是太清楚這些外語片 OK 那我們沒得說 好啦 還有講幾個 最佳劇本 你先講最佳劇本 最佳劇本 好啦我跳到最佳劇本 由得獎名單就是 Spike Jonze 即是Her 他的作品 其實是否導演自己集編劇於一身 我要看回 我忘記做 因為其實這個導演 他以前那些戲 都是有點怪雞的 我下次再跟大家補充 我看完Her之後 但是 他這套 我覺得他都怪怪的 他選材方面 但是 比起他之前 可能 比較口味都會大眾化一點 我覺得 其實 他得獎 我一半同意 一半不同意 有些難度 我知道 尤其是 他是同一個智能的女孩子 我待會說 我看完經歷的時候 大家再聽 好啦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 他的對手是什麼 我就是想說一下 他的對手 分別是Bob Nelson 就是Nobriska的作者 另外是 Jeff Poppy Steve Colgan 是Philomena的作者 還有 John Ridley 是12 Years a Slave 還有 Eric Warden Singer 還有 David O. Russell 就是American Hustle 就是American Hustle American Hustle 可能始終都是一套 復刻的電影 我覺得American Hustle 就未必的了 不過我有些奇怪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得那麼好 應該12 Years a Slave 的呼聲 應該高一點 我覺得他的編劇好 你不覺得 反而 我覺得他的拍攝 很平實 很實 劇本真的很普通 我覺得 OK Sorry 但是 可能我不是太喜歡 看這類型的電影 OK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花巧的地方 我覺得實至名歸 如果就這樣聽下去 Anyway 稍後再講 稍後再詳細講 另外還有 三個獎 都講完 其實他不止這麼少獎 不過我們CAP多三個獎 CAP了這個最佳男女配角 好嗎 最佳的男配角 就是 Jerd Leto Dallas Bias Club OK 是啊 有沒有異議呢? 不要怪著喝汽水 因為他才講太多話 有沒有異議呢? 就是要看對手 看對手 看看 最佳男配角的對手 分別有 Barkert Alpdy 就是Captain Phillips 裡面 還有 這個不懂得讀 Daniel Burr 是Rush Rush的 我不會讀後面的字 Sorry 還有Batley Cooper American Hustle 和Michael Forsbender 12 Years a Slave 那 有沒有異議呢? 我男配角 我不是太留意 亦都不是一部電影看過 所以我沒有特別意見 我覺得是因為 真的角色討好而已 角色是那些拿獎格而已 我覺得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而已 其他那些我都很喜歡的 看過 例如Bernie Cooper 或者 剛才提過有幾部電影 我都OK 好 還有一間女配角得獎者 這個都實至名歸的 Jennifer Lawrence American Hustle Oh yes 實至名歸的 當Amy Adams 那麼好戲的時候 她都搶到不少分 但其實她對手都不弱的 老實說 她對手有 Sally Hawkins Brew Jasmine 有 Lapita Young 12 Years a Slave 有 Julia Roberts 在August Osage County 還有 Janes Scrib 就是Nariska 但她真的做得很好 這幾個對手其實是不弱的 不過我覺得是 Janetha Lawrence Outstanding 少少 對 她的角色真的很出色 她的角色很搶氣 所以她的角色很搶氣 她的角色很搶氣 就是Alphonso 嘩 我寫得很壞 Alphonso 自己看了整個字 就是Gravity的導演 Director 這樣也 這樣也 有難度的 當你沒有什麼演員可以靠的時候 說完對手給你聽 她的對手分別有 Paul Greengrass Captain Phillips 有Steve McQueen 12 Years a Slave 有Alexander Plain 就是Nariska 以及David O'Russell 就是American Hustle 那 那 我又不是這部電影全都看了 所以我也是 我也看了大部份的 是啊 Gravity 說真的 Gravity這部電影 喜歡的也很喜歡 不喜歡的也很不喜歡 即是一部比較極端的電影 比較極端 但我始終複製回 就是她的電影的題材 和設定 是難拍的 因為你在太空裏面 對著一個演員 大部份時間 你作為一個導演 其實那個壓力 或者功力都很重要 我覺得 你怎樣做到不悶呢 這樣 可能在這方面 能夠突顯到她的功力 我相信 嗯 OK 好啦 那金球獎 大部份主要的獎項 我們都已經CAP過了 那大部份 我們都基本上 同意過賽果 是嗎 很開心的 是 好 那儘管看看 這個奧斯卡前哨戰 會不會影響到奧斯卡 那我們講過的電影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似乎啊 超文的提示都很準 我沒有提示過 不是啊 你說很多人被你猜中 很多人被你猜中 我沒有猜中 我只是 事後看回 我覺得 嗯 實至名歸 我沒有提示過 我都不知道她之前 我甚至知道她的候選名單 你有沒有想著轉行做馬驚家 是嗎 寫馬驚 是嗎 我不是很懂跑河里活 這些地 不是 現在Truman Truman都開始有少少轉行 轉型 不是轉型 轉什麼型 你開始玩舞台設計 哦 算了 我很期待的 你知不知道我當日會在場 什麼舞台設計 葉振棠先生那個舞台設計 不是舞台設計 是九南監督 沒問題是簡單 我只能學東西 你都要去量個舞台 如何佈置 不用我量的 哦 是嗎 我這樣都是去廢牌的 真的 我只是學這個東西 我們先進回政題 史歐今天到現在都仍然很正 你先說 沒有 你不是說很多事 我先說 我還是說那張名單 對 你覺得你們是歹來歹去的 你的名單 不是我們剛才說的名單 什麼名單 阿周周刊他選出2013年十大中文電影 即是說在2013年那麼多中文電影之中 他選了十套就是認為最好的 哪十套? 或者快點說說吧 第十位就是趙薇導演的《至我援張勢的青春》 簡稱至青春那一套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究竟好不好大家心中有數 第九位就是杜騎鋒的《獨戰》 剛剛上個星期才被人說 可以說是委譽參叛 也有人讚得很厲害 也有人彈得很厲害 我聽到彈的聲音多一點 我唯一聽到的聲音就是阿周周刊 其實跟阿周電視有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阿周周刊十大 這個阿周周刊跟阿周電視是沒有關係的 阿周周刊很權威的 第八位就是阿周周刊 就是郭富城做的《全民目擊》 史葛借原來看也覺得無謂再提 不是啊我自己本身就覺得他不太真實 所以阿周周刊 《尸鬼咪喉》激烈很多的 平蘭德 不要緊啦 大家都知道 但有些人會覺得他是好看的 即是他的章力很舊的 有阿周周刊的人 有阿周周刊的人 有阿周周刊 第七位就是 我想 也會一致的 就是 王家衛的《一代宗師》 這個不用說了 但第七位 每個人都一致 他排到第七位 就要看一致六是什麼 第六位呢 就是《激戰》 《激戰》 也沒有什麼大反對 大家都會覺得他是一套好戲 其實我覺得《一代宗師》比《激戰》好看 Anyway 第五位呢 其實第五位呢 比較冷漫一點 就是《萬轉穿深》 這套戲呢 沒看過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戲院上過 但是我看過 我在圖書館借 蛤 已經可以借了嗎 是啊 那已經很舊了 其實這套戲 本身呢 它是講一些很特別的題材 講一些風水 那些東西 但是它其實是 講一些平民的生活 我自己本身都覺得 這套戲也拍得很好 拍得很好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 可以拿來看 是大陸電影來的 是大陸電影來的 是 那第四位呢 是一個台灣電影來的 就叫做《逆光飛翔》 這套我也看過 都很多人看過 他排的第四位 他是講一個盲的音樂家 他是找回當事人來演的角色 是啊 史國講過 拍得很平實 還有很感人 那第三位呢 是去年在香港都引起控洞的 就是狂舞派 猜不到是狂舞派 狂舞派 我們現在沒有機會看 因為還沒有出DVD 但是在口碑 或者在票房方面 都是很好 那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一套 又是比較冷門的 叫做《無人驅》 《無人驅》 《無人驅》 我剛剛在前幾天看了 我會在下一次詳細說 基本上這套戲是拍得很好的 他的導演就是寧浩 寧浩 大家有記憶猶新的 就是他拍《風格的石頭》 劉德華提攜他的新導演 這套戲他拍得很好的 那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眾望所歸 也是今年金馬獎獲獎 新加坡電影《花馬不在家》 因為這套戲我們還沒有看到 所以還沒有評論 希望他快點出DVD 好 那今個星期 我先說一下 我簡單一點 我看了一套電視劇 不斷意想說一說 以及一套電影 電視劇叫做《賣勝Lady》 就是傳說之中 令到王子華拿到時帝那一套 很多人都說 哎呀好好笑 好好看 那... 就看了 你有來性看完 當然啦 我又不是從頭到尾坐定定的看 不是呀 我看了一半 我老婆立刻制止我 不讓我看 為什麼呢 這麼胡鬧 這麼無謂 胡鬧 我以為你就怕看到她的影子 胡鬧肯定是 最主要是我們忍受不到王子華 為什麼這麼瘦 瘦得不似人形 王子華的確是很瘦 但是 老實說看完之後 就沒有傳說之中那麼好笑 她其實少偉不是沒有 不過絕對不是多 對比起王子華之前 有一套是說商業那一套 是說黑武士白武士那一套 絕大雙嬌 絕大雙嬌 還有動篤神探這兩套是好看很多的 但也差不多奸人堅 那... 差不多奸人堅 我覺得這套最差是奸人堅 但她比起奸人堅 不是好很多 是嗎 是啊 我覺得是因為徐梓珊有些趕刻 不過Chemistry不太行 總之其實裏面說的話 是... 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好看 所以有時候口碑的都是人傳出來的 其實我都沒有任何 expectation 這樣去看的 所以我不是說很差 但也不像別人說得那麼好 OK 不過最後呢 楊詩敏出來那裡 那裡真的蠻好笑的 你覺得是嗎 我反而覺得... 他出來那一下而已 我覺得他整個段 他那幾集 楊詩敏有些過火 那我只能夠說 可能他始終習慣一個舞台劇演員 不是他也有拍過電影 但他拍的電影 我覺得他的動作都是比較大 還未能撕掉舞台劇那種演法 你覺得... 我覺得... 一般 我只是說 那裡出來是一個驚喜的位置 我不是說他做得很好 哪個位置 楊詩敏出來的位置 那他扮徐梓珊有沒有看到 有... 當然有 這裡差不多結局了 他出來那一下 我真的完全猜不到 那裡的Chemistry 很好 Anyways 除了賣性之外 今天主要想說 HER這部電影 我上個星期就去看了 你搶先我一部看了 我一直都很想看 因為... 其他那些我興趣都不大 那這一套我的確是最有興趣的 那為什麼不會看 American Hustle 真的不大的興趣 因為它是年代的問題 其實... 不僅止我的嘛 你知道我看電影通常都是兩個人的嘛 那我另外那個 她說... 興趣不大 那她反而對HER的興趣都... 好過American Hustle 所以... HER這部電影呢 片長兩個多小時 那... 我只能夠說 頭那一半 就是頭一個多小時 是令到我一直都覺得 真是很有新鮮感 還有劇情呢 很有趣 還有的確是幾多好笑的位置 令到我看得很開心 頭一個... 一個半小時左右 而後面那一小時 其實我覺得它有點悶 還有我發現... 編劇和導演有些走火入魔 你是不是事前沒什麼看他的電影呢 是... 套套都走火入魔的 我不是說... 而是... 他勾畫描寫那個電腦的時候 就是Samantha 這個電腦角色 我就覺得它太過... 人性化果頭了 詳細我不想說太多 因為它最後也有一些 推出位置 有些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留給大家自己去看 自己的品評鑑賞 但是我... 最簡單的就是 我覺得... 如果拿最佳的編劇呢 我有些覺得... 即是最佳劇本呢 我覺得有些... 前半戲 後半戲 我就一般認同 所以我就說一半一半 等我看完回來再跟你說 這個 是啊 我又不想說太多字 總之其實... 你問我是否值得看 是值得的 不要說太多了 等我下次再花點時間說 是啊 不是... 你現在說完 你下星期就只有我自己說的 不是... 我只是說 值不值得看 我是值得的 大家去看 不過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即是我不想我給你太高期望 所以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進去看你 就應該會... OK 享受的 這部電影 下星期等 Chillman 你看完 我再跟你聊 今星期 就是這兩套了 Chillman 你也看了... 我看了一套 叫做 August Osage Country County 是 中文是一個葬禮 四個失禮 為什麼叫四個失禮呢 我想是因為講四母女 就是他們的關係 正如我上次講 都在一套典型的倫尼 講親情倫尼的電影 唯一值得提的就是 原來是一套很出名的舞台劇改編 是嗎 是的 我想它的原著劇本 是一個舞台劇本來的 所以你會覺得裡面 那個故事的結構是很紮實的 其實有推出 有推出 臨尾有推出 那個推出 我聽到觀眾都會 嘩...這樣的 嘩...這樣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類型的片 去看吧 主要單戲的 都一定就是 Meryl Streep 梅里斯翠普 她做一個 因為有口腔癌 有癌症 而 addicted to drugs 的一位女人 就要止痛 所以是有些神神化化 鬼人爭啊 estershire 三個女兒很頂她不相信 特別是個大女兒和兒女 就頂她不相信 她控制得很好的 那... 問題就是... 你看她... 有時候我又不覺得他太演戲,但我覺得沒什麼驚喜 除了他的造型,我沒什麼驚喜 如果大家看預告的話,他那把烏黑的頭髮其實是假的 所以你第一幕已經給我... 如果你只看預告入場的話,你第一幕已經覺得,嘩,是這樣的 Julie Robert也做得很好,可以抗衡梅莉斯脆譜 我覺得這部電影都可以鬥,演員的份量各方面都不錯 裡面是女主角和他妹妹兩家人,主要是女主角和三個女的關係 這部電影是嚴肅一點,還是有些笑位? 我想是一部劇情片,但舞台劇之中都會有一些輕鬆的對白 有些活該的東西 最激烈的就是Poser那段 真的忍不住要打他,那大女兒Julie Roberts打他那段 你沒想過要打他,按住地下就打他 也會有些笑位,但這部電影裡面所說的都是一些嚴肅的內容 笑位是因為來自...也不是故意打來哄你笑 是因為人物性格,或者是角色之間的那種chemistry出來 會有一部小小的comic relief 但你一定不要打算看一部笑片 你看一部倫理的電影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講梅里死罪暴,因為這個角色很難挺 那老公就離家出走,還要自殺了 於是三個女兒和他妹妹的家人去參加這個葬禮之後 就說他們生活了幾天的過程 就是這樣,中間很多人物之間的關係 你會發現有些會令人嘩然的...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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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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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過我想拉回一點點 說回HER的那麼多 OK 不是,我只是給你一個心理準給你,因為你會看嘛 你那時候看Die Hard 5,你會說有很多大頭的 對...的... HER裡面也有很多 但他不是很shake的 他不是很shake的 不過我告訴你,他也有很多這些大頭的 你叫我坐高一點吧 會好一點,舒服一點 OK,好,謝謝你 因為他也有很多近鏡的鏡頭 OK,那他那張poster也很大了 小哥 即是給你一點心理準備而已 好,謝謝 你還有看什麼呢? 其實其餘大部分時間都可以看片子 值得提兩套的 一套是叫做分手合約 嗯 就是... 燙手可熱的彭于眼 嗯 女主角就是... 呃... 白白河 哦,白河 那... 這套戲劇情真的老土到不得了 就是... 完全是一套愛情文藝片 之中的... 最老土的格式 OK 現在那些大陸拍的 是啊 但是坦白說 我都沒有什麼期望的看 我就儘管看一下你啦 男主角又燙手可熱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被彭于眼的演出感動到 嗯 可能我的人本身給眼淺 我都有哭 所以劇情老土其實不重要 其實演員很重要 就是他演得很好 他那種... 怎麼說呢 他演到那種感覺出來 他演到那種感覺出來 而你又投入了那個角色 就是我開始... 即是... 繼擊戰之後 我開始覺得 這個演員都... 有得看 也有些看頭的 就是這套 可能他裡面的發揮比較多 嗯 其實他對上一套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翻滾霸信 他也是做一個... 即是玩單角 體操的男孩子 其實那一套都很好看的 那麼... 那... 其實這套分手合約 真的不是說十分好看 劇情為 但如果你想哭的話呢 即是你想宣洩一下你一些 不開心的情緒去看 就看彭于眼了 那就看啦 因為... 真的... 所有... 文藝片老土的情節應有盡有 在裡面 所以大家聽完我這個 comment 大家覺得好不好 就釋除專辯 但是... 我真的糟糕了 Anyway... 另一套 值得說的 值得說? 其實這套叫做... 華麗後樂園 Oh... Behind the... Cander... Cander... 聽過 聽過 其實是Steven Soderberg的一套 近期一套電影 其實我之前聽過 Steven Soderberg 即是Ocean Eleven 那個導演 他其實都短期內 是不會再拍電影 我想這套是他今年裡面 就是最後一套 那... 值得一提的就是 真人真事改編 就是講一個 很遠古年代的歌手 他仍然是 押納在... 就是... 樂壇或者是 表演的... 表演的表演業裡面 押納不到 那靠的是... 就是... 拉麵皮啦 不停地整容 嗯... 嗯... 還有他本身是一個 同性戀者 嗯... 他真的很露骨 我沒有想過 Michael Douglas 會接一套這樣的電影 我看完那套DVD的封面 很吸引我去看的時候 我看了他的造型 我看完他的演技 我看完他的演技 我當然覺得... 無管的 大佬 認不到他的樣子 認不到啊 無管動 你是一個好的無管動 還是令到你 受不了那種無管動 我對上一次無管動 也是看 Jim Carrey 做一個同性戀者 嗯... 還有Owen Wilson 那套 我忘記了什麼 我下次找回給你看 真的無管動 但那次是因為他們之間的愛情 即是男和男人之間的愛情 他描述得另外有些無管動 OK 這次是Michael Douglas的演繹 真是一隻老妖 如果你看到Michael Douglas的電影 他那種男性江洋的形象 你沒想過他晚年會接拍到這樣的電影 真是一種突破 一個演員都想挑戰自己 我也知道這部電影是何時拍的 我想這部電影是去年上的 是啊 不是啊 我覺得他拍得挺好 你看了什麼 不是啊 我就是沒有看 我看 真的讓你看看 如果有興趣 放上去那個Trader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做得挺好 其實那個故事就發揮不多 他很有氣氛 但他是有氣氛 他有年代的感覺 還要是一開始你看到 Matt Damon 就是Matt Damon 哇 又是KK的那種長毛 那種 完全換了另一個形象 一露一笑 在這部電影裡面 兩個在鬥演技 鬥造型 我覺得真的 只看這兩個都值回票價 OK 有些露骨 看他們兩個嘴 我真的受不了 而且他那種關係 是很噁心 你會覺得很搞笑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值得看的 OK 那我們今天Part1的時間 由於太多話說 關係比較長一點 但怎樣也好 都要照常數數 每星期北美十大 Part2更多話說 對 我就是說今天的節目 都會長一點 大家給點耐性 因為Part2也是非常多話說 待會回來再見 好不要浪費時間 肥龍馬上和大家倒數 今個星期北美十大票房走勢 排第十位 找來上網四個星期的搞笑電影 Anchorman 2 The Legend Continues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四級 收到584萬票房 而總成績是1億1826萬 第九位 找來上網兩個星期的恐怖電影 Paranormal Activity The Marked Ones 上星期他是亞軍 今個星期狂跌七級 不過以低成本 即是電影差不多 今個星期收到628萬 而總成績是2846萬 第八位找來上網五個星期的 Saving Mr. Banks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稍稍下跌一級 收到656萬票房 而總成績暫時是6893萬 排第七位找來一套新上網電影 August Osage County 一上網收到770萬票房 而排第六位找來上網五個星期的大片 The Hobbit The Desolation Of Smug 上星期是貴軍電影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802萬票房 而總成績是2億4223萬 第五位找來上網五個星期的 American Huzzle 上星期同樣排第五 今個星期收到830萬票房 總成績剛剛過了1億 有1.127萬 不過由於他獲獎 可能會繼續有很強的銀力 繼續吸金 排第四位找來上網三個星期的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上星期排第四 今個星期同樣也是排第四 收到884萬 而總成績暫時是7,843萬 同樣是有份得獎的電影 不知道會不會 都會站在榜中很久呢 今個星期三甲位置的電影 貴君找來一套新上網的電影 The Legend Of Hercules 一上網收到887萬 至於亞軍電影 找來上網已經8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這套又是獲獎的 Frozen 上星期她是冠軍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來到亞軍 仍然收到1473萬 不過總成績很厲害 3億1732萬 現在獲獎 可能又是會留多幾個星期 繼續賺多些錢 至於今個星期的冠軍電影 就是找來另一套新上網 上星期介紹的Lone Survivor 一上網就收到3823萬票房 今個星期走勢就是這樣 轉頭回來Part 2 就有時間聊了 因為我們要講兆時電影 我們轉頭回來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 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開我七旋斬 再開我流星見 華山論見 每個星期 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 都會在 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見 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舌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 華山論見 到時見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好 回到第二部分 我們繼續長篇大論 因為我們今天選擇 一個 topic 都是 一個 聽上去都知道很長的 還有 因為近來發生了這件事 你沒理由不說 對邵逸夫著事 一個致敬 沒錯 如果是這樣 大家都敷之欲出 我們這個電影大白科 今晚的專題 就是講邵逝電影 嘩 一講邵逝電影 大家數不數到他拍過幾套 他真的拍過好多套電影 接近一千套 接近 即未到一千套 未到 接近一千套 接近一千套 我已經在Facebook上寫了 我自己認為 深水一百大 最重要的一百套出來 即是十分一 OK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名單 去看看 其實邵逝電影代表了 你選的那些我都看了六十套 我沒那麼多 其實邵逝電影 太多了 有時候你看了那一套 原來是邵逝的 你都未必知道 我小時候選片種 因為我小時候 扭坦報告真的是我小時候 邵逝電影 算不算起源於六十年代呢 即是七十年代 就是最盛行 然後八十年代 都還可以 是的 六十年代開始 其實我聽說 一些背景 邵逝夫是受到他哥哥的影響 他是一九三幾四幾年 在上海那邊 做電影業 這樣做得很成功 邵逝夫初期幫忙做一些海外發行 其實當年他最大的對手 是不是郭泰電影 郭泰是後期的 也是後期 還有 為什麼我們這麼著重於邵逝電影 因為我自己就是邵逝時代長大的 嗯 即是 還有我那時候 我住的那裏 街口那裏就是 邵逝演繫 所以差不多每一套電視 即是邵逝演繫 我都看過 嘩 包括第一套 即是第一套做午夜場的 五夜戲 就是獨臂刀 第一套 第一套 是有午夜場 哦是嗎 嘩 這些真貴資料是視覺先講的 嘩 嘩 嘩 那獨臂刀也是第一套 破100萬票房紀錄 你 我自己看少數 我想在一千套之中 我看了八百套 嘩 都很厲害 其實我不看那些 就是不好看 是不值得看 是不吸引你看 是嗎 所以 或者我們先講講 邵逝當時是佔了整個電影市場 我想是八成左右 所以其他 即是六幾七幾年 你講的是香港還是亞洲 香港 香港 香港而已 因為他大部份早期的電影 都是國語 其實他都是 其實台灣都有份 都是他的市場 其實主要是台灣市場 因為當時 大陸沒有市場 大陸還沒有開放 主要就是台灣市場 還有香港 香港和星馬那邊 但星馬那些是很少數的 我自己覺得 邵逝那些氣 本身 以氣論氣 他就不是那麼好 主要就是因為工廠式生產 所以質素 就不是那麼高 但問題就是 沒有對手 沒有對手之下 他就沒有選擇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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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摩訪認帖 本身是一個 很喜歡電影的人 所以他在電影那方面 他是想很多方法 包括 他會提拔很多新人 還有會開很多扁種 我覺得這個 這是他最大的貢獻 在邵逝那麼多戲之中 我們都看到 他是帶領了很多 就是很多潮流 就是創了很多潮流出來 最重要的一個潮流就是 武俠片 大家知道 由獨臂開始 從獨臂開始 就是 在武俠片那方面 創了一個潮流 其實我也想問 因為我看到邵逝很多 都是武俠片 其實佔了有沒有一半 因為主要那時候 觀眾是最喜歡看武俠片的 OK 就是最多觀眾 會不會說 邵逝其中一個比較精拍的電影 我們沒有統計過 但是我想 武俠片都是佔了 佔了大多數 會不會是因為 武俠片或者功夫片 令到男演員的地位提高了 其實 這個是相負相成的 是 但是其實 在武俠片之外 邵逝也有很多片種 另一個更重要 也很重要的就是 文藝片 文藝片 大家知道 即使你不喜歡看文藝片 你都會認識的 就是《不了情》 《南與黑》 這些 其中 最出名的就是 《世界影后》 林黛 當時是 隻手可以 即使你都拜倒石楼 是啊 哈哈哈哈 到了文藝片之後 另一個最重要的潮流 就是功夫片 功夫片 就是去到劉家良時代 劉家良時代 張徹 張徹基本上是武俠片 張徹那些武俠多一點 雖然張徹的功夫片或者武俠片 幕後功臣都是劉家良 只不過去到後期劉師傅獨當一面 他的品牌都很出名 繼續發揮 講代表性我都是選劉家良 例如少林五祖或者武館 少林五祖是張徹的 武館是劉家良的 劉家良最出名是少林三十六房 少林三十六房 Anyway 功夫片之後 另一個很重要的潮流就是 公圍片 公圍片 我想在當時的人力物力 各方面之下 唯有少爺可以拍的 公圍片 公圍片就是李漢祥 最出名的就是 迎台入血和傾國傾城 李漢祥也在拍了這兩套之後 奠定了公圍片大師的地位 直至到乾年後 他才可以真正去到故宮 拍火燒原明圈 我想說其實拆開一點話題 李漢祥除了拍公圍片 他的風月電影都是 風月電影都是一個品牌 那些是他的生存之道 因為很擺明 風月電影是 所謂的灼頭電影 只是為票房來拍的 只可以取決一般的 但是他拍風月電影的數量 是比他拍公圍片多的 這跟製作的規模有關 他是打工的 我都說 邵氏最大的優勢 就是有一個規模的製作資源 無論是導演也好 演員也好 全部都是受薪的 所以你要定期生產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在質素方面 就很難保持 直至到李漢祥 李漢祥 回到大陸拍火燒元寧卷 才可以真正發揮他的所長 我對於邵氏的電影 認識就不是太深 有些甚至我看了都不知道 原來都是邵氏出品的 例如後期的表楚七日程 都是邵氏出品的 這些我看了都不知道 然後我跟阿屎哥聊天 他說 審死官 周星馳那一部 原來都是邵氏出品 雖然杜其鋒執導 但他是under邵氏的電影公司 制工 原來周星馳那部 師兄撞鬼 不過如果你說看邵氏 我其實都挺喜歡看他的武俠片 雖然老實說 那些武俠片的故事 就真的可以不說 因為其實大部份的武俠片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因為當時大部份的武俠片 那些劇本都是魏康寫 大家知道魏康是一個 快槍手 即是以多產來鑽名 而且他死得快 死得快 死得多 在大量生產之下 很難保住質素 剛才我跟史葛在咪後 都聊了一會 我都跟史葛說 首先看《獨臂刀》 我一看的時候 我都跟史葛說 很重陽過味 《獨臂刀》 我感覺上 應該是有點借鏡了 因為又是被師妹 劈了一隻手 靈感來自她的神跡俠女 感覺很像 當然故事是不同的 楊過斷了鼻子後 武器越來越重 原鐵劍 楊過越來越重 但《獨臂刀》 他的刀是沒有了半截 反而能夠發揮 所以我只能說 他是有一點點借鏡 然後再看《新獨臂刀》 就是《江大衛》 《十折鵬》 對 其實兩個故事 雖然沒有拉扭 但其實看得出來 都是很簡單的 例如《獨臂刀》 他有什麼做壞事 純粹是回去報仇 其實所有影片的故事 都是簡單的 我覺得他在 尤其是他在中國 一些流傳的民間故事裡 找到一些正確的題目 就是題目發揮 然後又打輪 反而他就不一樣 之後他有些改編 長編小說 不離兩個主題 一是報仇 一是欠武林盟主 欠秘笈 所以你很難做到什麼新的 他的世界觀沒什麼特別 不過我就享受他拍攝的手法 還有他勾劃的人物都挺有趣的 所以我想 到了鎖原的時候 就是用古龍的小說 所以那時候就會帶出新意 那些 多個背景都不同 那些我們又稱它為新派武學片 那些已經是新派 隨黑那些就是新浪潮 隨黑那些根本就是新浪潮 就是鎖原當年是新派 新派武學片 那鎖原的故事性就很強 因為它是古龍的小說 古龍也是那幾道版府 一說不定就易容 但是相對來說 我自己覺得它沒有什麼武俠的味道 就是像偵探小說多一點 推理小說多一點 就是你永遠都猜不到答案 你也說你拼不回 原來它是易容的 最好的就是最壞的人 但是它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去殺出血路 不然每個模特兒小說都一樣 而且古龍的小說 又容易改編過金融 至少它的人物關係沒有那麼複雜 我喜歡看張哲導演的電影 我覺得他拍神雕射雕都失手 故事太長 你不可能拍到一個神髓 但是古龍就容易一些 因為其實你捉到 我覺得鎖原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捉到古龍的神髓 他可能真的拍那麼多個 也可能不是太多人拍古龍的電影 鎖原真的差不多 步步收得的 都是古龍的武俠小說改編 但是你又不得不 讚一下他做了一個獨臂刀之後 沒有了一隻手 還比他兩隻手還好 他跟著一連串 做了一堆獨臂刀出來 其實原著就是獨臂刀 和第二集獨臂刀王 承接著他上一集的角色 即是說他開始有些名氣 他就做了獨臂刀王 然後那些獨臂刀 即是獨臂刀 即是獨臂刀 即是直到 直到姜大衛那一套新獨臂刀 新獨臂刀 就完全另外一個故事 其實斷手這些場面 其實都經常出現的 問題是你斷了手之後 還有遊戲做 當年來講 條條比較新 你說新一般 因為金蓉都用過 獨臂刀王好看 因為他好看在於 劉家劉設計了很多新武器 獨臂刀最後也有的 其實是第一集 不過第二集就更加發揚光大 其實我講漏了一樣 也是很重要的片種 就是黃梅吊 大家都記得 梁三八月中英台 即是風魔 風魔即是全亞洲 尤其是在台灣 即是引起轟動 不只是轟動 即是暴動 即是暴動 直到現在四十年 四十年的 寧波姐 仍是夾著這套戲 在周圍登台 周圍樓山伯 我想而知這套戲 影響力是很深的 其實黃梅吊的電影 最代表作的就是 三八月中英台 其實還有什麼是黃梅吊電影 你印象中有沒有一些 比較出色的 另一套也很出名的 就是江山美人 正德王 鳳姐那一套 那一套有很多 那一套有很多 其實 中國人的音樂 其實黃梅吊電影 這套戲本身 我不知道是否李漢祥 創出來的 其實在中國音樂中 沒有這一類的 所以當時那些人聽 就覺得很新鮮 但是我自己看 多看幾套 肥龍你是音樂人 你看看 那一套就調電影 其實很簡單 我找不到而已 我尋找過 那些音樂很重複的 一套嬌兩套妙三套 開始有點悶 那些是不消的 但是無可否認 當時是真的 引起很大的 一個潮流 因為主要是 上個年紀的外省人 就好像我們聽粵曲 其實除了史閣 剛才提過公圍片 無論是風月片 武樂片 功夫片 黃梅吊 其實都有很多 我覺得是溝片 是啊 還有其他 但其他 當然是 票房方面 基於嘗試性質 就不能引起 帶起什麼潮流 例如你說溝片 比如五毒 五毒 也算是 溝加五合 毒女 毒女 有些少少情色 另一樣 也要提一提 就是色情片 其實你說的 星星軟馬 也不算是色情片 不算 那些算是灼頭片 呂琦那些算不算 就是了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 色情導演應該是阿奇哥 想不到呂琦 去拍色情電影 在後期拍了很多色情電影 對呀 什麼追女三十六房 那些 看個片名 我可以覺得 真的可以 但現在看來 色情很少疑科 因為當時 沒有電檢三級制 所以 很多場面都不能直接暴露 所以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例如在前面擺一瓶花 哈哈 教蒙鏡 即是這樣的 直到有一套 我這時也有寫出來的 叫做 《才子明花星媽》 這套就是呂琦 也都是呂琦的導演 即是他最盡的 這套就是第一套 在銀幕上出現 即是出現什麼 三點 對三點的電影 不是呀 他之前也有很多 都有露三點的電影 不過不是呂琦 那個女星 就叫陳維英 我想問李漢祥 很多風月片都有露點的情況 不可以露三點 不可以 兩點可以 哈哈哈哈 兩點可以 第三點不可以露 是呀 呂琦導演打破這個 就是一套之後 接著電影 電檢就要三級製 哦是呀 就是因為這套電影 嘩 真的你不說不知道 這個真的是第一次知道 雷琦 阿琦 阿琦 真的對香港的電影 創這個仙豪 可惜阿琦 拍完炸戲之後 去了台灣開的士 哈哈哈哈 為什麼當年他會這樣放下 他的純情小生的形象 這件事很多人都問 我都在查這些資料 是嗎 你有渠道可以查到嗎 就是查不到 OK 我想要問問台灣的人 看他懂不懂阿琦哥 才知道 真正的原因 很難查夠的 我一開始以為是否同名同姓 原來不是阿 真是女奇導演 真是那個女奇 真是很奇怪 哈哈哈哈 所以 不如溝片 除了一些有鹽花的成份之外 其實他裡面的鬼片 邪啊 古啊 人皮燈籠 其實對現在香港的電影 其實那類神怪 鬼片的片種 其實都是一個秘組 即是桂洪志 這類導演的作品 桂洪志是一個 出名的溝片導演 其實桂洪志 他很多鬼主義 真是鬼主義 所以其實 讓我查一下 剛才史蓋就說 邪氏對電影業的貢獻 即是他片種多 太多 產量多 其實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他也培養了很多明星出來 是的 這也是邪氏 最大的功勞 我們屈指可數的 已經很多 尤其是在導演方面 我們知道 他是台前幕後 也有很多升級的人員出現 我自己最欣賞就是導演那方面 因為導演 如果你沒有邵氏的電影去練習 或者你沒有在那裡浸淫過 你是很難在外面闖出名堂 最有名的就是胡金泉 胡金泉 胡金泉 已經成為中國 中國最重要的導演 地位 胡金泉 其實胡金泉 本身是一個演員 大家看了很多少子的戲 即以前的少子戲 都有他份做 包括江三美人 胡金泉是演員嗎 是呀江三美人 他就是做掃地那個 做阿哥 阿鳳姐的歌 那首什麼游龍氣風 他都有份唱 鳳姐的歌就是胡金泉 不是不是 那個是店小二 喔店小二 其實這個不是很奇怪 因為很多時候 導演級的 都會在幕後出一兩幕 他會 不是不是 他以前是演員 他是由演員出身 但是他的藝名叫金泉 沒有那個胡子 直到大醉俠 大家都知道 大醉俠 就是他做導演 第二個更加出名的導演 就是張哲 張哲也是拍了 因為拍了邵氏 邵氏的模型片 張哲的江洋電影 其實也是對後代的影響 影響很深的 譬如說吳宇森 除了是幕前 譬如成龍 和江大衛之外 其實很多幕後的 都是張哲帶出來的 例如李修賢 那些 所以其實張哲導演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其實張哲本身是一個文人 他是寫文章 他是寫影評出身 他是從台灣過來的 所以你看到張哲的電影 他本身 除了江洋戲之外 他有一種文采 尤其是金燕子 尤其是金燕子 金燕子開幕那場 開幕那場 他用他的書法 那個書法是他自己寫的 用書法來配 和魚 舞著劍走出來 那個氣氛 很有武俠的感覺 很詩意 其實除了他的文采之外 他的拍攝手法 其實是很前衛的 他的拍攝手法 譬如他突然間做了一幕 會整個鏡頭全部都紅了 或者你看他 譬如洪熙觀與方世玉 他那種賭罪式 即是那種聚事手法 所以你看POPFICTION 你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因為張哲用過 其實他在洪熙觀與方世玉 那段故事裡面 其實他也是有些類似的東西 或者是方世玉 和白眉道人打 其實在很多張設的電影裡 你會看到很多 很暫身的電影手法 你會覺得很熟一熟面 咦?最近在哪裡去看過 金燕子開幕那裡也很特別 他是遮住黑色 但只有一格仔 他拍攝的最重要 分了兩格 譬如他遞了瓶藥散 他拍攝瓶藥散 另一格仔拍攝瓶藥散 另一格仔拍攝那個人 拿劍寒著他 我覺得那個是很特別的 而且很少有電影 只有一條線 我一開始以為 是不是有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 還有什麼Protect 再看一看 他有一條是打斜的 即是故意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追看張哲的導演作品的時候 你不要只看 當然啦 劉家良、唐佳師傅的 武術設計 動作是很好看的 很浪漫的 即是《血花四淺》 那些招牌一定有的 是張哲電影 但我反而再看回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時候 是他的電影手法 後期很多導演都是借鏡 用張哲導演的 即是你會看到 嘩!很新喔! 新到一個地步 你覺得 嘩!現在看都覺得新的 所以我覺得 值得一看再看 其實張哲的戲 吳宇森當年就是張哲的輔導 那些慢鏡頭 所以後期 吳宇森法的槍戰片 也是借鏡了 你看張哲導演的作品 跟張哲一樣 那些男主角死了 很多都是慢鏡頭死的 即是跟《英雄本星》很接近的 所以如果你想追溯一些 經典的拍攝手法的時候 你看回張哲的戲 尤其是現在 或者中期80年代 香港電影很多男性 英雄片抬頭 其實張哲導演的影響很大 另一個很重要的導演 就是李漢祥 李漢祥的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考究》 大家看到他的公為片 即使是《風月片》 其實是不是真的《考究》 還是純粹是《華麗》 是《考究》還是《華麗》 是否真的仿真度那麼高 我想你很難分得到 因為最主要就是 拍電影一定要出來的效果 即是要美 李漢祥本身是做美術的 他以前是做美術的 是畫布景的 所以他對藝術 對那些文物是很有研究的 所以你看他的公為片 即使是《風月片》 也不需要深究 總之出來的效果 你是覺得很舒服 我印象最深的是 《傑國傑城》 《冥頭一血》 武打明星 迪龍去做一個 完全不懂得打 多情的皇帝 然後姜大衛做個小太監 即是武打明星 去拍文藝片 我又覺得挺好看的 其實我自己說了這麼多 讚邵氏 我自己認為 邵氏 不足地之處 第一就是 你看著那些電影 第一 最不能夠滿足的 就是他來去都是那些演員 因為他是用自己的演員 他又不會外借 又不會外借其他演員 因為他是全職兵 他有自己的演員訓練班 不是,出現你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為何那些武俠 本來是打仔 只可以做文藝片 因為他沒有其他演員可以考慮 美其名 你說是轉氣路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 忠實的觀眾 你會覺得很不接受 但你作為一個電影公司 他有自己的藝員訓練班 是不是都算是首創呢? 其實其實 一定是首創 以前那些語場片電影公司 都不會訓練演員 他是邵逸夫著事 或者他們是有一個長遠的目光 他自己去栽培那些星星 基本上他做到所有事都是自給自足 所以一個王國 就是一個電影王國 就是這樣 另一方面 除了演員之外 另一方面我覺得 很難滿足的就是外景 因為他大部份的電影 無論是武藝片也好 文藝片也好 什麼都好 他在廠裡是白白的 就是大部份的東西 很少出外景 即使出外景 都是在附近 即是清水灣附近 附近的山頭 通常都是沒有附近的 就是他在那些山那裡 在附近幾夜 不穿崩很難得的 即是不會看到行人 所以你看多幾套 又是這條吊橋 又是這座塔 你會覺得很悶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看 但我想說其實都是看明星 很多 所以發展到後來 發展到後來 就像剛才肥龍所說 就不去計較故事 其他東西 只是看明星 只有看明星 你有姜大衛 你有扶星 你有林黛 你會很開心 所以邵氏 他要不斷製造明星 因為其他東西 都很難再吸引觀眾 用明星 即使你打仔來講 張哲也收了幾代的契仔 不過你講開廠景來講 我想再提提一下 楚原 其實楚原 也是因為廠景的緣故 你留意楚原的電影 他的燈是打得很漂亮的 我做舞台劇是很明顯的 看他的電影 燈打下去 好像舞台 但是楚原的電影是不同的 因為楚原是改變去古龍 古龍 大家都集中在故事 或者是人物 就不會去計較 究竟郭華撐的船 那條河是多大 總之他坐在船上就算了 他是無花和尚就行了 所以電影打燈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高興 但是如果你拍十三太寶 十四女英雄這些 這些應該是大場面 千軍萬馬 他也有些戶外的 他也有些戶外的 戶外的範圍很小 你剛才提到十四女英雄也是 就是全一部清一色女演員做的 反串 真的是創仙河 這個真的很仙河 反串是俄莉莉 不是 十四女英雄 他是女人 是門女將 死掉了老公 但是荷莉莉 是最小的 這套是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他是男人 這套是很有代表性的 其實說了這麼多 剛才我們說 少少很多明星 我們其實都沒有特別提到 太多明星 因為我講的導演 都講了這麼久 你說片種 我們有講過幾個片種 但我們都沒有講 其實後期 譬如張國明 或者是 張苑華 張苑亭 那些 張堅亭 那些 我們都沒有提到 其實我們可以用多一集的時間 再回顧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講了 半個小時有多 如果要講完的話 已經過幾個小時了 我們來個Part2 不如下個禮拜 我們這個禮拜先講到這麼多 如果有興趣這個 topic 下個禮拜講一些比較新的 因為我剛才講的 還有幾個明星 我常常想提醒他們 都沒有時間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有什麼我們還沒講的 我們下個禮拜就 拿出來 好 今晚到此為止 我們繼續回去再做多些思路上一集 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講 OK 拜拜 拜拜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 找不到 這裡裝修好漂亮喔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 都找不到 哇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 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阿神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勢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啦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啊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身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